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我们跟释迦平等 我们跟祝福如来也是平等 我们跟阿弥陀佛还是平等 没有丝毫差别 如果我们听了佛法 能够在一念之间 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方向 这个人就成佛了 所以凡夫成佛 你说要多少时间呢 一念之间 转过来他就成佛 有没有转过来的呢 有 本司释迦牟尼佛 在三千年前跟我们做了个榜样 他在菩提树下 表演给我们看 放下了 他就成佛了 在中国 唐朝时代 禅宗六族惠能大使 也表演给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当年 他的我们今天讲程度 他是个知识分子 光学多文 用这个方式 做给我们看 而惠能大使呢 他给我们实现的不一样 他不认识字 他没有念过书 虽然做了祖师 吴祖把法传给他 他一天已经都没听过 在吴祖的道场 住了八个月 讲堂没去过 禅堂也没去过 八个月 我相信诸位都知道 他在哪里 吴祖人和尚 派他做苦工 在队房里面 充迷破柴 干这个工作 干了八个月 最后的这一天 吴祖传发给他 半夜三更 在方丈时里面召集 给他讲金刚经大义 他没有念过书 肯定没有经本 我估计时间 不超过两个小时 讲到硬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就放下了 把妄想分别指着 统统放下 放下就臣服了 就见性了 那见性是什么样子呢 他向吴祖提出报告 说了二十个字 那就是坚信的样子 他说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 用现在的话 没有想到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我们大家的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有没有染污 没有 如果有染污 那就不叫真心了 没有染污 我们的染污 我们的染污 是阿赖也有染污 阿赖也障碍了自信 自信没有染污 何其自信 就没有想到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第二句 本不生灭 没有生灭 那就告诉大家 没有生死 生死是假的 不是真的 生死 生有生死 你的自信 没有生死 没有生灭 第三句说 本自具足 本自具足 这一句话就是 世尊在华言经上所说 一切众生 本来具足 如来的智慧 自信 清净性 万法具足 一样都不缺 为什么呢 他后面说到 第四句说 本无动摇 本无动摇 是自信 本定 你的心 从来没动过 动是假的 不是真的 忘心 真心 不动 是自信 本定 后头一句 能生万法 如果你的心里 就有欠缺 你怎么能生万法 极乐世界 是自信 神的 这个万法里头 包括极乐世界 包括 华藏世界 也包括了 舍法界 一阵状严 佛过度 众生过度 通通能信 不信的时候 本自居住 你不能说他无 信的时候 你不能说他有 说他有 说他无 都错了 那都是妄想 妄念 不了解四世真相 真正把四世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你怎么说 都是对 没搞清楚 怎么说 都是错 为什么 是你的意识点 忘心里面 起作用 一忘 一切忘 觉悟之后 这是真心 一真 一切真 这个道理 恨人 但是 必须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不得 我 不得 我 不得